我跟他們講 以前丟躲避球是什麼規則 躲避球丟了以後 對方會跑去外查 他去外查還可以做事 如果這一下打了 他去了保健室 他怎麼做事 你告訴我 火焰球 基本上小學生是一個 沒什麼智商的年紀 你小學的時候玩躲避球 你應該想要的是獲勝 所以對方不管是男的還是女的 你都要想辦法打敗他 這個跟醜女沒有關係 是 你要打敗他 帶個女的被你打敗好 不是 你玩躲避球 你就一定得丟到人啊 你不可能故意不丟他 那你打敗他了沒嗎 我打敗了很多人 我必須講 國小女生 跟男生沒有落差非常大 對吧 國小的時候男生 發育還沒有那麼健全的時候 你的力氣不一定會比女生更強 你力氣沒有人家強 你最少要堵一口氣 你幹不死他 他就會幹死你 這很危險 你輸了你又丟臉 你必須贏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合理的公平競爭 而不是醜女 你們必須自己思考一下 你們真的很認真思考一下 你國小到底都在幹嘛 你國小每天就是在那邊叫啊 然後跑來跑去啊 不知道在做什麼東西 就是你沒什麼智商 你怎麼會去考慮那麼多事情 可是這才是最純真的東西 就是你今天在玩一個禁忌的東西 我們只要想著贏 不用去考慮太多的東西 也會考慮說 對面是女生啊 可是那女的可能比你強啊 那女的比我強哪有 那你就要另加考慮啊 對啊 那如果兩班在對打的時候 你看不出來誰比你強 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要假設他很強 欸 真的欸 我現在想一想好像是這樣子欸 那個國小的時候沒有什麼男女分別 只有強與不強的分別 對啊 哪有男女分別啊 就男生躲壁球是苦練練出來的 女生只是偶爾丟一丟 我們男生每天丟 一天丟八小 恨不得他媽的把全部的才藝 發洩在他身上 幹我們是花了時間努力 才得到那個成就 然後你今天竟然跟我講說什麼 喔他女生不能雜 可是他發育比你更好 他有更好的先天優勢 那他為什麼不努力來打敗你 他沒有努力 他就在這個地方承受被我們攻擊 就是看他們願不願意 努力去做這件事情 他們如果沒有努力 他們被打爆了 那也很合理啊 你今天玩躲避球 你是說 我們今天玩躲避球 大家不要互相丟到對方 那你就不要玩躲避球 你今天是躲避球 躲避球最重要的定義是什麼 擊倒對方 對 打到他出局嗎 打到他在一起不能 打到他不能玩這個遊戲 躲避球 打到對方不能玩不能接 不能站在你面前 這就叫做躲避球 他躲不過就是倒地 躲避球就是一直攻擊 因為你如果沒有躲過 你就會被打死很危險 要不然他不能叫躲避球 那 你沒躲過 你受到懲罰 你住院了 或者是你去了保健室 那就是因為 你沒有 沒有做好你該做的事情 我那時候一直練 我練到 什麼手全部都 就是全部都吃蘿蔔乾 然後 都變紫色的啊 然後每天都包那個透氣膠帶 我以前很瘦小 可是我不想輸 我躲避球不想輸 所以我真的是一直練習一直練 我花了超級多時間在練習躲避球 直到我接觸籃球才放棄躲避 所以你們知道 躲避球是有多大意義 然後你們竟然在跟我講說 拿躲避球砸女生是醜女 我簡直是不能夠理解 我以前練躲避球還要 還為了躲避球去看書 怎麼樣丟球 球的力道才會中 球速才會快 我還為了躲避球去練左手丟球 因為我希望 左右手都能攻擊對方 我為了躲避球 花了這麼多心思 你們只給我兩個仇女兩個字 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就是受不了 不是 我從小 我練習不是為了打死人 我必須講 我練躲避球不是為了打死人 我只是 不想輸給其他人 就是在丟球接球啊 幹嘛的 互動的時候 因為小時候最常玩的就是這個 這個活動 可是你一定會有班跟班的對戰 班跟班的對戰一定會有女的 在你不認識的 又是女的 的情況下 你有勝負心 就是要 徹底機會 還有我跟你們講一個戰略性的東西 當然 我小時候不懂 我長大懂 就是 如果說你今天 一個球 可以給對方極大毀滅的打擊 就是 對方的士氣會 瞬間很低落 應該是這樣講 如果你用很嘲諷的方式 去攻擊一個女的 他們的男生會 瞬間 增加很多的戰鬥力 因為為了保護女生 或者是為了強出頭 為了給喜歡女生看自己的 很屌的樣子 或幹嘛 可是我今天講 如果今天躲一球直接過去 那個人頭直接被打破 我跟你講 那個球局直接不用玩 那個就叫做 毀滅性的打擊 這個打擊有多大 我自己都不敢想像 幹我真的 我真的不敢想像 如果今天 我旁邊的女生 對方丟一球來 我閃過 我旁邊的女生 直接打 頭爆開 幹我直接講說我們認輸 我一定直接講說我們認輸 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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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能玩 男生在某些情況下 會越來越強 當對手變強的時候 你也會慢慢的變強 可是 如果說你今天 直接給了對方一個 他沒有 讓他沒有去嘗試 讓他沒有去嘗試過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自己接不接住 可是他看到旁邊那個人 受了重傷 他心裡的壓力會 瞬間提升很多 我們不要說 直接把頭整個打要炸開 我們只要說 一球過去 那個女生直接躺去保健師 我就覺得這個就差很多 呃 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講 今天那個 有一個人有槍 對不對 他指著你可能沒有很怕 可是他如果 往你旁邊那個人開槍 幹你一定超怕 真的會很怕 你可能說 你自己中槍 幹大不了一條命 我跟你拚了死了 就算了 可是 今天那一槍打你旁邊的人身上 你感覺到他有多痛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他媽活著真好 你懂嗎 我懂 我懂 你懂嗎 有時候 你我懂 你驚你